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一样就是看到一个老外然后去那个我看到当时挺特别的 然后我就买回来了永生的765对那打开一下线吧我们就 然后这一开始拿哇哇老外有时候真的很有眼光 真的他一看然后拿一个型就行 他选你看这根整根拉丝的你看 不锈钢的感觉这 对真的是拉丝不锈钢 你看 这好有质感的这根比一下上来 虽然外观不咋地 但是然后这个比较 而比较反而是可以 你看 这才叫比较吗 你看 平常那种紧的就基本上那个比较 在不在有没什么意义 你看这个就刚刚好了 这个这个软硬度 你看 然后这个哇整根很有质感 这个不锈钢的啊 先看一下尺寸 好的 那这个大小的话 首先是这样子的 那个 13.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个跟平常你们所看到的肯定会短那么一点点 打开以后是一个对 你们看到但我也是看上这个肩 然后又买一只对 然后呢是那个12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对 因为这个肩正的是挺特别 说实话其实挺好用的 呃 就是比较另类一点 好笔先放一遍 然后呢 就这样子 整根笔的话 反而就这一些 反而很用了很多的金属键 呃 然后整根拉丝手感非常的好 呃 其他的话 这个我没太懂他这个反弯的时候一个形状的问题是为了这样用吗 是不是这样啊 对 就这样子吗 好看吗 这样子行吗 也行 是想说可平放吗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现在竖这么看的时候 你看好像有一只柱子这样子的感觉啊 镜头不是很够啊 对 就好像有个柱子这样子 但 嗯 没什么很大的一个什么就什么样感觉 然后那个比我很有心思的一个比我 那比 这个比概大概这样了 你看 哇 这金属的金属声音吗 明显就是那质量感觉 非常好 打开一下顺便 打开一下 哇 看到没 就能懂吗 我想说这笔杆真的一拿上手就是这个笔杆 别的都没那么厉害 这个就中规中矩 常规吧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种吸魔器 就感觉不是这样不是特别好啊 然后先我们回来讲一下这个总层 这个总层的问题 总层的话 少数里面算是比较特殊的 你看这里 两边哪是一个平面 能看到吧 我转一转啊 这样 然后呢 这边 也是一个平面 啊 你就看 看到 就我 但是拿起来就我不知道该怎么拿 这个有有一个小问题就在这 我不知道怎么拿 那拿起来反正就怪怪的 而且偏 你看这偏扁 偏扁的时候我拿就不就平常是圆了吗 那这比较扁 那就是说我现在握的那个前后的纸的那个间距会比较短一点 呃 反正也还行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还是可以用的 那另外的话反正就是上面写永生两个字 那这种就半明间 我觉得还是反正值得去书写一下 那我觉得就我先赶紧书写一下吧 因为这个外观上面或者别的呃 可以可以讲地方也不是很多 或者长期书写什么都对 那些也也得试一下才知道 好 上一下墨 这这种就是上墨很快 西比很快 我觉得就是 诶 换边去 然后一样我擦 拿一下纸擦一下 好 那我先书写一下 好的 那就这样子 书写上面笔件的反规非常好 非常的 你看 对 那我换一下这边 这边 我这个美其实有点书写面了 我觉得就写出来那声音 那像这个的话 写下有点阻力感 很细 长期书写 你看我现在拿 我也是往上拿 就是 不知道拿了 然后就自动往上拿 那 手掌比较大人可能就会刚好有点卡不到 我这个反正我是还行 我手没那么大 出没很顺 偏细的笔 拿轻轻的 重的 对 笔线的反馈反正是非常好 没有什么说 可以挑剔的地方 反正是笔握 这个笔握真的有点奇怪 有点异形啊 对的 那其他的还行 没有什么大问题 写起来容易上手啊 不算特别难 长期书写的一个效果 一般弹性也是一般 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对 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留言给我 好的 谢谢大家 说吧 我们下午内的位置 disappже 有什么关系 你也好吗